书接前文 有好朋友这两天呢就有疑问 说这么一个没落的大寒感尔丹 最后这两年的光阴 在这草原上躲躲藏藏 虽然做出了各种垂死的挣扎吧 但是最后总归是躲不过一个死去 咱们干嘛非这么多的唇舌 讲这段故事呢 首先说呀咱们得知道 一个人他不是平白无故的成功 也不是平白无故 他就失败了 其次呢在失败的时候 您得沉得住气 别跟这赶尔丹小事昏招贫出 最后啊把自己逼到了一条死路上 再者了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天度英才 老天爷要是让你死啊 这个命运注定的事啊 可能这人呢是逃不过去的 我这一点都不是宿命论 咱们就是论师的书 这法国传教士张成啊 就有这么句话 这位传教士啊 依附于康熙身边 自始至终 见证了自乌鸾不统大战以后 一直呢 到这赶尔丹最后被错骨扬灰 庄庄见见所有的事件 张成评价赶尔丹 如果赶尔丹不是遇上了英武过人的康熙皇帝 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侄子 策望阿拉布坦 等待他的 也许将会是另一种命运 世界历史的格局啊 将因此而改变 咱们说这句话呀 可能还有一点早 这会儿啊 还远不是给这赶尔丹盖棺定论的时候 因为啊 在咱们这书馆里啊 这流程当中 这赶尔丹呢 还没做到头呢 当这赶尔丹派出使臣 格雷孤英 让这个老头子 去向康熙皇帝诈强 这准赶尔韩国的使臣 格雷孤英啊 是个正直的人 赶尔丹虽然是想诈强 可这老头啊 他当正事办 还就真说动了康熙皇帝 这康熙皇帝啊 就派来了使者和这赶尔丹和谈 说实话 这会儿 这康熙皇帝不说 咱们大伙也能猜到这皇上老爷子的心里 还和你和谈什么呀 无非啊 是派这个使者 把你稳当好了 到时候呢 或是啊 把你拘拿进京 或是把你一股歼灭 您这会儿的草原大寒呢 不值钱了 已然众叛亲离了 这赶尔丹如何应对康熙皇帝这位使者 咱们先放放 一会儿再交代 咱们书中代言啊 康熙皇帝派出的这位使者呀 叫博时熙 这博时熙啊 正史正差 人家是这个李帆院的一位原位郎 不但有正史 还有副史 副史的名字叫长寿 咱们先说说吧 这格雷孤英到康熙皇帝的行营 去出使大清 这一个月期间呢 赶尔丹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赶尔丹身边呢 哎 乱了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赶尔丹没想投降 派出使臣去谈判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那完全是诈想 代表他的特使 格雷孤英啊 刚出发的第二天 这赶尔丹就奔西 颠了 可是这步众不愿意啊 这步众还等着 这格雷孤英回来 带来好消息呢 可是大韩 赶尔丹一意孤行 一定要向西撤兵 这一下子呀 发生滑变了 本来就没有多少人了 这一撤兵啊 步众无人约束 有很多人逃亡 这会儿啊 这赶尔丹呢 和这个丹基拉带领了余部 就到达了萨克萨河附近 他不死信 他给两个部下写信 哪两位部下 就是前份被他而去的两位 一位是他的弟弟阿拉布坦 另外一位是他的小侄子 丹京厄幕部 小侄也里冬至疫情 说呀咱们都是一家人 他一笔也写不出两个绰罗斯去 有什么话 回来咱们好好聊 那这俩人回来吗 这俩人呢 一个理他的都没有 丹京厄幕部啊 他这小侄子还好点 一不愣脑袋 把这派去的信使轰回来了 这阿拉布坦呢 那更绝 直接呀 把这赶尔丹派出去的使者 马没收了 你们呀 滚蛋 腿着回去 这些使者呀 无奈 也只好大不良 好几百里地 垮着回到了大汗的身边 这赶尔丹呢 见使者回来呀 也不知道他反思 没反思自己 总之人家不回来 自个儿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 出事了 10月25日 也就是啊 这使者 从赶尔丹身边 动身去康熙大营 十几天以后 赶尔丹的幼子 色不疼巴尔猪尔 穿越戈壁呀 到哈密地区去打猎 实际呀 我们能想象得到 那穿越戈壁是为了打猎吗 就是这孩子呀 带着人上人家这哈密地区去抢粮食了 可是倒了没了 到那儿啊 就让人家给认出来了 直接抓住了以后啊 就献给了哈密回王 这哈密回王一看呢 呦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蒙古小子呦 这简直啊 就是王爷的红顶子 我要是把他交给康熙爷 那功名利禄 哒哒的 这哈密回王直接就打了一个笼子车 把这小子往车里一撞啊 可就运去了北京城 这消息呀 很快就传回到了赶尔丹的大营 这赶尔丹这会儿还不知道呢 还写信跟这哈密回王要儿子呢 哈密回王接到这封信之后啊 乐了 要儿子呀 我这儿没有 您哪 北京城找去吧 这赶尔丹心急如焚的那是自然的 可是谁想这会儿啊 又出乱子了 这大营里来了一个人 什么人呢 一个老太太 说就在十一月底的时候 赶尔丹大营往南的大道上 来了一挂马车 这马车呀 可真不客气 哎 直接呀 就进到了赶尔丹的大营当中 这车呀 停到了大营当中 随从人员一聊聊 从车上可就掺下了一位老夫人 这老太太呀 笑么字的看着赶尔丹大营当中的重将 这别人呢 还在辨认当中 赶尔丹身边的一员将官呢 叫乌尔詹扎部 看见这个老太太之后啊 抢不上前跪倒在地 可就抱住了这个老夫人大腿 高呼母亲呢 然后痛哭流涕 哎 咱们书中代言呢 这就是将领乌尔扎占部的母亲 叫做齐补钢查 那这儿子见着妈妈之后 为什么痛哭不已呢 因为呀 这齐补钢查呀 在昭穆多之战当中 被清军俘虏了 大伙都以为这老太太呀 死了 这老太太几句话呀 算把这事说明白了 这儿子呢 也止住了悲声 却原来呀 这老太太被俘之后啊 被送到了京师 在路上 这老太太就想啊 这回完了 等死吧 可是没想到的是 这一路之上 好吃好喝 好待成 到了京师之后 吃得住的都不错 不但有人伺候啊 还给做了新衣裳 没过几天 就把这个老太太 带进了皇宫 带进皇宫哪啊 宁寿宫 见谁呀 见皇太后 这皇太后啊 就是孝慧张皇后 今年呢 寿高五十五 博尔吉吉特氏 也是一位蒙古皇后 跟这老太太说呀 咱们都是蒙古姐妹 不是外人 别客气 并且设宴 款待了他 最后啊 康熙皇帝 还接近了这位老妇人 并且赏给他呀 佛珠 佛像 小刀等礼物 这老太太一下子 惊着了 他哪见过 这阵势啊 跟这康熙皇帝啊 和这个老太后 主动请应 不行 我得回去 我呀 得说服这 赶尔丹 赶紧投降圣主 这不就这么着 回来了吗 这大汗 嘎尔丹呢 听说呀 自个儿的部将的母亲呢 从北京回来了 他一想见见 可是 谁也没想到的是 这老太太看到 嘎尔丹之后啊 勃然大怒 破口大骂 说因为你的罪过呀 众生灵涂炭 饱受苦难 你若知错呀 就该去求见圣主 使众人得到幸福 这嘎尔丹一听 是不是这么事的 也不是听你一个人说 可是啊 他实在不想 作为大汗呢 和这一个老太太 站在大街上啊 对骂衔接 于是他也只得无奈的说呀 哎 是我的错 你呀 先回去休息吧 实际上 您看出来了没有 这康熙皇帝 那完全是心里站的高手 这老太太呀 说是自愿回来的 实际上 康熙皇帝背后啊 他牵着相着了 这老太太回应啊 只是康熙皇帝 众多离间之计的开始 之后不久 众多呀 在昭穆多之战当中 被俘的准盖尔将官 陆续的可就回到了 准盖尔大营当中 他们带回来的消息呀 那无非就是 投降的将领 如何被重用 在北京过着 什么什么样的安逸生活 光说不行 这里边还有具体的人物 哎 就比如说 这个投降了的将领 杀个珠穆吧 人家现在呀 是内大臣 每天跟着皇上陛下 受尽了恩宠啊 那每天人家呀 那吃的是油 穿的是仇 喝的是酒 然后还说呀 这大汗不是跟大皇帝 去和谈了吗 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你们等着吧 那您想这话 能传不到 杆尔丹的耳朵里吗 这杆尔丹这个气 就别提了 新话说 哈气 我他妈那是和谈吗 我他明明是诈祥 我这诈祥的底气呀 完全让你们这帮孙子 给搅和没了 哎 这不吗 不想让他来的 他总归是要来的 格雷孤英 带着大清朝的博士西使团呢 就在正月二十九 来到了杆尔丹的大营 现在呀 这杆尔丹身边呢 还有一些呀 追随者 哎 就什么丹基拉呀 诺言格隆啊 吴尔瞻扎步啊 再加上这位使臣 格雷孤英 一起劝这个杆尔丹 说来的这位原外郎薄熙师啊 那可是康熙皇帝 派到咱们的正史 康熙皇帝呀 哎 会让他宣读赵武祥的旨意 您到时候啊 得跪着听 这杆尔丹一听就急了 跪着听 我那是恭敬康熙吗 那我明明是恭敬他的使臣而已 于是这杆尔丹呢 不顾格雷孤英的再三劝说 做出了外交史上 第二混蛋的一件事情 他都没让这大清使臣 博石熙啊 进他的大帐 接见使臣那天呢 这杆尔丹都没在大营当中 是在山坡上 他坐到了一块岩石上 让这两名卫士啊 这家住博西师 不让这个使臣靠近 然后这从人的拿出两碗肉 一碗的杆尔丹吃 另一碗给了青史 吃完肉之后 这杆尔丹就坐在大石头上 让薄西师啊 宣读康熙皇帝的旨意 并且让翻译翻译给他听 听完旨意之后 这杆尔丹呢 平淡的说 我只是想勤注吐血吐寒 和哲不尊丹巴这两个人 这皇上呢 就因此而怪罪我 如果皇上再次下旨 宽恕我呀 那我将遵旨而行 我的想法就这么些 也都说完了 没什么和你们说的了 你们可以回去了 这大清朝的使臣 回去交令字不用表 咱们就说啊 杆尔丹的这些手下 这些个手下这会儿 一门心思的想投靠蜻蜓 可是啊 听杆尔丹 这么不贤不淡的一说呀 心全凉了 咱们不说别人吗 就说这位老使臣 格雷孤英 见杆尔丹如此之态度啊 就料定这杆尔丹气数已尽 偷偷的带着自己 十三名家眷 就投奔了蜻蜓 哎 您瞧了吗 这亲信呢 又少了一个 等到这杆尔丹呢 到了2月25日的时候 再想望着清朝派使者呀 呀 一找着格雷孤英 人儿没了 那这老头子什么下场呢 哎 好下场 格雷孤英叛逃清朝以后 被封为散义大臣 儿子呀 吴八十 被封为一等侍卫 那现在这杆尔丹的身边呢 这大将啊 就只剩下丹基拉一人了 不过这会儿啊 这爷儿俩也闹了离析 哎 爷儿俩不怎么说话 这心里都有火呀 都憋着 谁也不好发作 哎 就有这么个导火索呀 引燃了这个炮仗桶 就是这大清朝使臣 博士兮来的时候 这丹基拉说呀 弄点肉啊 招待招待清朝使团 那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会儿准格尔大营啊 这物资严重匮乏 这肉是谁管呢 是格尔丹的另一位亲信 他的私人医生叫做成背脏步 这成背脏步啊 仗着格尔丹平时对他十分的宠信 所以这人呢 眼里没谁 非常的豪横 他又自诩为人公正 没有大寒的命令 还别说吃肉了 骨头棒子 你也别想从我这拿走 那丹基拉这会儿能干吗 这丹基拉这会儿啊 那可是现在格尔丹军中的二号人物 一听就烦了 和他俩人就打了起来 这成背脏步啊 他就是一个蒙古大夫 他哪打得过这领兵统帅的大将军啊 结果呢 肯定是挨了一顿胖揍 这格尔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 哎 他并没有惩罚这个成背脏步 当然了 他也不可能啊 去身世这个自己的侄子丹基拉 可是丹基拉这会儿生气了 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婿出走了 虽说出走啊 但是走的也不远 只不过呀 离开了格尔丹的大营 另寻营地驻扎 格尔丹那就派使臣跟他说 说你这是干嘛呀 回来吧 这丹基拉说呀 你要是不等 把这个成背脏步啊 我就不回去 那这么看来呢 虽然闹翻了呀 但是并没闹僵 可是过了这件事情 没多久 这格尔丹可就病了 据说呀 病得不轻 那是什么导致这格尔丹大病呢 据说啊 在三月初三的晚上 这格尔丹突然听到 营外三声炮响 这格尔丹呢 一下子就从这沾床上蹦起来了 因为这大汗知道啊 这是清军的发动进攻的信号 通常情况下呀 这清军三声炮后 人马就杀过来了 这三声炮啊 是清军发出的信炮 管他害怕吗 这大营中是一通骚乱 格尔丹命令拔营起寨 这准格尔士兵是四散奔逃 折腾了半宿才发现呢 清军没来 这三声炮啊 不知道是谁放的 天亮了一点数啊 本来人就少 现在呀 这格尔丹大营当中 已经只剩下不到一千人了 再到晚上啊 大伙围着篝火 和这大汗一起呀 吃点东西商量对策 这会儿啊 这无二斩扎步 就是刚才啊 痛骂格尔丹那个老夫人的儿子 站起来啊 直接就向大汗发难 他指着大汗的鼻子说呀 就是你 导致准格尔人妻离子散 你呀 将第一个下地狱 这会儿的格尔丹呢 也没心思反驳他 军中剩下的几百人 到底是死心塌地跟着谁呀 这会儿他也说不清 和这个无二斩扎步 当场就撕不起来呀 这群侍从们 到底向着谁 他也不知道 没准啊 以死为导火索 自个儿还落得个不得好死 那你会骂街呀 那我也会骂贤街 这格尔丹呢 也愤愤地说 他指责一个个的都叛他而去 他说呀 我向以准格尔人为善良 不义 无心智如此 这人生的结局呀 没准就是 喀巴拉差 指不定在哪个时候就断了 这一句话呀 是格尔丹大汗 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说完这句话 格尔丹回到大帐当中 一头就栽到了这个沾床上 怨恨数日饮食俱费 于十三日头痛 招丹吉拉前去 十三日五前病死 哎 就这么简单 这大汗格尔丹呢 尿息了 吹了 吹灯拔腊了 嗝了嗝屁了 嗝屁朝凉了 我呀 一点都不喜欢格尔丹的人品 所以说呀 我说话就可能偏激点 哎 那么说您要是喜欢他呢 那下回您来说书 我来听 我也不说嘛 死了死了 一死百了 到了明天呀 咱们还得说说 这死鬼的后人 也就是这格尔丹的儿子 女儿 以及呀 这尸首的下落 到了今儿天不早了 您早些了 咱们明天 接着聊 seventh motivated 你 对 we reward guy 嗝 impl